我们在宿舍里面 今天要离开 然后我们一起回来 我们一起回来 今天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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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曾亲约过王思聪公司的女子组合Tiara 在某节目中自爆当年活动时 成员们就都有恋爱过 大家在盯好出门约会的时间后 就会轮流把风 一个成员出去后 其他人在他的被子里塞满包和衣服 装作他正在睡觉的样子 一方经纪人发现 怕在公众场合被粉丝认出 他们就将约会地点 设在了宿舍楼顶的天台 因此还常常会出现几对情侣同时约会 从而撞车的尴尬情况 当晚该节目收视率达到了3.9% 是其目前第二高的收视 足以见得大家对此时的关注 或许粉丝们也没想到 自己的偶像在那么忙的行程中 居然还有时间谈恋爱 据悉海外女子组合Tiara 在2015年签约当时 王思聪旗下的娱乐公司 进军国内市场 凭借着筷子人口的歌曲 和初衷的外表 细分无数 甚至差点登上春晚舞台 他们还曾被邀请到 王思聪的生日会作客 在当时也是引发了 一众讨论 不过在节约后 组合被传 曾收过王思聪的豪车 做礼物 成员们一起在社交平台 发文质问王思聪 最后是闹得不关而散 对于自暴恋爱这件事 有粉丝表示幻灭 无法接受 但大部分粉丝都觉得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么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